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聲控的三色LED燈 但是呢,為了怕各位還有殘留裝置互動 所以你可以把全部都丟掉嗎? 願意嗎?可以齁 要怎麼樣一次把它全部丟掉? 在白色地方按右鍵 在白色地方按右鍵刪除21塊積木 這是一種方法 另外一種不要客氣,真的有垃圾桶 右上角有垃圾桶刪除所有積木看到的話 你就不用一個一個丟啦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要請各位清掉 因為有些人待會不小心還會留一個串連在這裡 然後就說為什麼不成功 因為它沒有串連的對象 所以你可以先把它全部都清掉 好,那一樣的 你先把那個開發板先丟一個出來 好,開發出來,變成Smart 一樣把你的 device ID把它先填進來 好,這樣OK了 那麼我們要聲控,要控制誰? 這是三色LED燈 你應該不會用聲控控制光明電阻吧? 哈哈哈哈 它沒有辦法給你控制,它只是負責偵測而已 所以呢 我們要發光元件裡面的三色LED燈 好,三色LED燈 哪一個供應的那個? 好,拿出來 燈 這個不用改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回到前面了 好,那哪裡有聲控? 聲控在這裡,在進階功能裡面 進階裡面 進階裡面 有分兩個 一個是語音聲控 一個是語音朗讀 一個是把它讀出來 一個是控制它 那現在這邊我就找 語音聲控打開 進階功能裡面 進階功能裡面 有沒有看到上面一個綠色的? 不過很抱歉,還是 喂 蘋果被咬一口 致歉 唉唷,不行 有看到了齁 所以 沒有關係 因為你們今天都有筆電 好,進來之後呢 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你要用在行動裝置上的 這個即時辨識要設為off 不然它會一直在辨識中 但桌墊或筆電就沒關係 就沒關係 好,你把它放進來 那辨識的內容是什麼 我 不是很清楚 對不對 所以呢 你來按一下我們的燒杯 用顯示文字就可以 也就是我們希望說 待會呢 辨識好的文字 就顯示在右手邊 這樣比較知道 為什麼它聽不懂你講 呵呵呵呵 呵呵呵 這樣了解嗎 呵呵呵 為什麼它是 聽不懂 那你來看一下 顯示 在這裡 因為我要控制在右邊 就找 左下條嘛 這樣對不對 好 那顯示什麼內容 當然就是顯示我們 辨識出來的文字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你看 基本上你要用哪一個功能 相關的積木都是在那個木 類別裡面 應該不會找錯 好 只是說那個順序還有放的那個位置 要留意一下 現在我們就試看看 可以嗎 可以就可以 但是第一次的時候 因為它要存取你的麥克風 所以會跳一個那個 要不要允許的 好 要不要允許 所以我按一下 你看 我這樣講 它聽得懂耶 但是 你講看看 它可能會聽不懂 不是我跟它比較muchy 它等一下這邊會自動清掉 有沒有發現 它剛剛有辨識錯誤 我說 這樣 我先讓各位試一下 好了 可以嗎 你看看 你的電腦 有沒有聽你的話 如果你的麥克風真的不聽你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我這邊部落的文章 我大致上有先介紹一下 當然 其實還有一個原因 你知道嗎 如果你 針對我這個已經做了 但是還不行 你知道 為什麼嗎 只有一個原因 網路速度太慢了 哈哈哈哈 你不要忘記了 語音 它要錄好之後 要不要先傳送上去 要啊 才能夠辨識啊 如果你真的太慢的時候 會有影響 好會有影響 這樣有沒有了解了 了解了對不對 現在 你們待會就 一個或兩個 或者你要用你的手機也可以 你也可以用你的手機 網路也可以 因為就不走我們這邊的線路 對不對 好 那 現在呢 還要做什麼 還要做一件事情 因為當他聽得懂你講的話 之後 要做什麼事情 如果我講 紅燈 才能夠顯示紅色的 對不對 要做判斷了嘛 所以 你應該知道 邏輯判斷就要拿出來 如果怎樣 就怎樣 對不對 那我們就來試看看 這邊 你看這裡 邏輯邏輯 但是呢 你先找語音聲控裡面 它就有一個 如果 辨識的文字包含什麼 有看到了 對 就是這個 你把它拉出來 如果包含了 比如說 紅燈 我們就 好 我們就把 三色LED燈 把它變什麼 黃色的 那相對的 積木可以複製 對不對 所以我再把它Copy 貼上 綠燈 我就變綠色的 黃燈 好 那我的程式就 先寫到這邊 這樣 有沒有OK 好 等於說 我們為什麼要先把它顯示在這個右手邊 因為這樣你比較容易判斷到底哪有辨識正確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我今天有專屬的這一台了嗎 這樣我DEMO的時候才不會跟你們打架 對不對 好你看 紅燈 老師 我一台在那裡 有亮紅燈 有齁 紅燈 綠燈 黃燈 這樣 我們家的有比較聽話嗎 有 有 對不對 還是有很會錯啊 所以 下次他聽不懂的時候不要跟他生氣 要把它顯示出來 這樣你才知道他為什麼聽不懂 這樣有沒有比較有感覺的 了解那個概念 所以雖然各位沒有LED燈 其實我們一樣可以用這個方式玩 一樣可以用這個方式玩 也是蠻好玩的 這樣 聲控OK嗎 當然你可以讓他顛倒過來 我不用控制讓他朗讀出來也可以 因為你們都有那個 喇叭 對不對 你就可以試看看那個 朗讀的部分 等於說你給他一段文字 讓他 當你亮了之後我就 語音波爆 紅燈 綠燈 藍燈 這樣你知道那個 可以做盲人的那個 過馬路了 哈哈 好 好 謝謝